圆桌骑士团这次行动来到雪域高原的一共有六人 副团长裁决骑士兰斯洛特带队 剩下的五人分别是叛逆骑士莫德雷德 一位三十多岁留着绿色短卷发的男子 纯洁骑士阿格归文 拥有一双浅蓝色眼睛和海藻般长长卷发的美丽少女 光辉骑士兰马洛克 目光冷峻的短发女见识 绿骑士豹斯一头乌发长着阴沟鼻的男性 守护骑士加拉哈德 因为一头金色头发所以被称为黄金狮子 身材魁梧的中年大叔 兰马洛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既然这种东西杀不死 那我们不妨试一试 让他自己杀死自己 听到兰马洛克的这番话 阿格归文好奇地眨了眨眼睛 一脸疑惑地问道 要如何做到呢 兰马洛克按着夕阳剑 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容 我们只需要找到两只怪物 然后让他们彼此对视 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相互攻击 虽然我们无法杀死他们 但是按照疯人怨的规则 他们在这里是无敌的 拥有绝对的能力 兰斯洛特听懂了兰马洛克的意思 你是说 利用这里的规则漏洞 让他们陷入死循环当中 然后导致规则崩溃 按照八图留下来的规则 其一 黑影是无法通过攻击来抹杀的 其二 被黑影盯上的人 一旦让黑影脱离视线 就会被攻击 然后同化为黑影 这就像是一个物体 同时具备了最强之矛 与最强之盾 那么 只需要让他们相互攻击 就可以让整个游戏的逻辑崩溃 我觉得这个办法挺不错的 可以试一试 黄金狮子加拉哈德摸着下巴 笑盈盈地说道 而阴影当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种黑影怪物 已经越来越多 他们一动不动 如同一尊尊雕塑那般 矗立在黑暗当中 勾搂着身子 看上去如同一具具干尸 却给人一种 随时被注视着的感觉 当即 兰斯洛特就命令几名士兵过去 将这些黑影面对面地摆放在一起 这些士兵按照命令过去做了 只要被注视着 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动作 甚至会任由你对他做任何事情 但是 千万不要挪开你的眼睛 因为一旦脱离了视线 他们就会变得快到难以想象 凶残地令人恐惧 不一会儿 十几个黑影就被放在一起 摆成了一个圈 让他们彼此注视着 兰马洛克一步步向后退去 听我的口令 慢慢离开这里 让他们缓缓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众人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后退 经过一个拐角的时候 慢慢向后 直至他们消失在视线当中 所有人都紧张而又期待地看着前方 是否能够成功 就看接下来他们的反应了 等候了十几秒钟以后 前方没有出现任何的动静 但每一个都感觉 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那般漫长 兰马洛克深吸了一口气 对身旁一名士兵挑了挑大拇指 过去看看情况 士兵端着枪一步步向前走去 当他转过拐角的时候 刚扭过头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 站在他的面前 几乎是脸贴脸地俯视着他 而在他的身后 十几头黑影挤满了整个走廊 他们没有脸 也没有所谓的表情 但士兵却分明地感觉到 自己被他们注视着 啊 他想要尖叫 但由于过度恐惧 最后发出了仿佛脖子 被人死死掐住一般的乌野 看到他的表情 兰马洛克等人已经明白 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不要眨眼 兰马洛克立刻说道 可就在这个时候 后方的人群之中 突然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兰马洛克等人回过头去 惊恶地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黑影已经出现在 他们队伍之中 他巨大的身躯 就站在人群的后方 这是 什么时候 兰斯洛特的眼神 变得凝重起来 他们一直都有 很小心地注意四周 照理来说 没有视线的死角才对 可为什么那黑影 不知不觉出现在他们中间 难道说 还有什么规则 是被他们忽略的吗 尖叫声再度响起 兰斯洛特抬起头来 才发现 刚刚派过去侦察的士兵 已经消失了 只是他消失的地方 一大团黑色的 年夜般的东西 正在从地面上缓缓升起 然后慢慢变成了 一个新的黑影 他转过身来 静静地看向众人 一时间状况频出 哪怕是心智再坚定的人 面对这种突变 也是开始手忙脚乱 原先按照 兰斯洛特的吩咐 每个人必须 盯好周围所有方向 可是这一乱 眼睛就不知道 该往哪边瞅了 惨叫声接连地传来 又有两名士兵 直接被黑影袭击 迅速地同化为了 他们的同伴 此消彼长 现场的黑影越来越多 而兰斯洛特手下的士兵 则是在减少 原本还能够 顾得来周围每一个黑影 现在却开始捉襟见肘 一旦失去了视线凝视 他们立刻就会行动 而且行动的速度 超乎人的想象 快走 先离开这儿 莫德雷德蹲下身子 右手放在地面上 很快脚下的地面 形成了一大片泥泞的沼泽 那些黑影巨大的身躯 陷入其中 虽然在缓缓下沉 可一旦脱离了视线之后 依旧会朝他们冲过来 绿骑士暴思 把右手放在墙壁上 只听到一阵轰鸣之音传来 墙皮骤然裂开 从墙上生长出 一根根粗大的藤腕 将他们与黑影之间 彻底隔绝开来 但是很快 咔嚓咔嚓的破碎声 就在外面传来 即便是坚韧的树墙 也在迅速地破裂 走 莫德雷德沉声说道 所有人竟然从这一层的 天花板沉了下去 来到了下面一层 可是很快 他们又在道路的尽头 看到了追击过来的大批黑影 在他们的身后 通道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影 死死堵住了去路 莫德雷德 猴头艰难地蠕动了一下 恶狠狠地骂道 该死 圆桌骑士团的计划失败 反而因此搭进去更多的人 这不是最要紧的 最麻烦的是 那些牺牲掉的人都被童话 为了黑影 一时间整个疯人院当中 黑影的数量越来越多 兰斯洛特的内心 愈发地烦躁起来 他想了想 还是把这里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杨欣欣 毕竟现在他们没有更好的主意 只能够依赖另外一支队伍 杨欣欣收到了 兰斯洛特的消息之后 更加确认了 自己的想法没有问题 张义命令众人 不要有任何动作 但是所有人同时不要忘记 仅仅盯着所有人的方向 包括天花板与地板 因为现在还无法确定 这种东西 是否可以从这两个方向出现 袭击他们 杨欣欣一手拖着下巴 陷入了思索当中 普通的攻击 对黑影根本无效 但是规则之三却又说过 只有消灭所有精神病患者 才可以结束游戏 也就是说 它一定是可以被抹除的 只是需要使用特殊的办法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众人的耳边 再次响起巴图的声音 各位 请不必惊慌 我的任务 只是困住各位24个小时 时间一到 这里自然就会消失 而被同化的人 也不会死 所以 如果不想有任何意外的话 只需要安安静静地遵守规则 注视着那些精神病患者 24小时即可 听到巴图的这番话 众人 虽然表面上不屑一顾 怒斥着巴图的居心不良 但实则内心大大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会危及性命的话 最差的结果也可以接受 张义冷笑了一声 这只不过是低劣的心理战术罢了 更何况 敌人的话能相信吗 真要是放松了 到时候丢了性命 可就完蛋了 他不会拿自己的安全 去赌一个算计他们的人 是否遵守承诺 不过眼下 张义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种烧脑的游戏 还是得依赖最聪明的杨欣星来破局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杨欣星忽然抬起头来 他黑曜石般的眼睛里面 闪烁着灼灼的光滑 规则的碎片已经慢慢拼凑起来了 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确认一下 张义一脸欣慰地望着杨欣星 有什么想法呢 杨欣星缓步走上前去 正前方的通道中央 两个巨大的黑影堵住了他们的道路 试一试就知道了 他的身体缓缓发出白色的光芒 片刻之后 一道巨大的天使虚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高大的天使长着六翼 是西方神话当中地位最为尊崇的大天使 这三对羽翼 分别是红色 蓝色与黑色 象征着爱欲 惩戒与憎恶 杨欣星的能力 规则系 能力代号欲天使 她拥有着可以玩弄人心的危险能力 既然是规则系的能力所制造的产物 那么同样使用规则系的能力去对抗 又会怎么样呢 杨欣星缓缓抬起自己雪白的右手 一根葱白的手指指向了其中一道黑影 我的能力也是绝对的 重剑之人必定会服从我的命令 那么现在 我要看看谁的规则更强一些 她话音一落 欲天使的左手出现了一把长弓 她从羽翼上取下两根红色的羽毛 幻化成箭矢 然后张弓搭剑 射向了无法动弹的两个黑影 爱欲之剑 无声无息地没入黑影的身躯之中 杨欣星望向他们 发出了自己的命令 过来 可是杨欣星连说了三遍 黑影却依旧无动于衷 张义常常呼出一口气 笛声说道 看样子 对方的规则能力更强一些 杨欣星却淡淡地说道 毕竟这里是对方的主场 她的能力更强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不过我想验证一下 我的能力对于她的规则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说吧 她回头看了一眼张义 哥哥 在我面前展开你的次元之门 张义闻言 立刻意识到杨欣星打算做些什么 你是想要吸引她 让她进入我的一空间之中 张义的一空间 能够主动收取死物 但对于生物 或者拥有一能量的物体 无法主动收取 对方主动进入其中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你是想闭上眼睛 吸引他们过来袭击你 然后主动进入我的一空间 杨欣星说道 这只是一方面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验证 那就是 我的爱欲之剑 对她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按照理论而言 凡是被我的爱欲之剑射中 都绝对不会对我发起攻击 张义明白了杨欣星的打算 于是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她当即施展森罗万象 直接形成了一个正方体的结界 将杨欣星彻底包裹起来 随后她让其他人 缓缓挪开自己的视线 准备完毕之后 她说道 欣星 可以了 杨欣星闻言 缓缓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下一刻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 两个黑影 就直愣愣地站在她的面前 就在次元之门的外面 却没有踏入次元之门的范围之内 张义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们能够感应到 次元之门的存在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未免有些太可怕了 但杨欣星却并不这么想 她勾起嘴角 笑意盈盈 哥哥 距离找出她的行动规律 又靠近一步了 不过 我还得继续进行实验 她看向身后 我需要一名实验助手 说的虽然比较好听 但实际上 就是用来牺牲的实验品 琼达二话不说 派出手下一名胆子大的勇士上前 杨欣星身后的御天使 再度伸手 从身上取下了两根羽毛 不过这一次 羽毛却化作了粉色的箭矢 箭头甚至都是爱心的形状 丘比特之箭 她可以让重剑的两人 彼此之间产生爱慕之意 从而互相保护 形成绝对无法伤害彼此的规则 杨欣星说完 御天使已经对着士兵 与一名黑影 射出了规则之箭 随后 杨欣星让那名士兵走上前去 如法炮制 让其他人不去看那个黑影 再让士兵闭上眼睛 观察后续会发生什么